大家好 我是阿天 剛剛介紹完先鋒服的這個更新資訊 我們現在來看 我的這個女妖來看一下他這個左上角 我們可以從這個左上角這個亡靈的圖案 就是四種族的圖案 然後我們可以看這個圖案可以知道說這個角色的專武大概是落在哪一個階級喔 譬如說這個羅萬的這個專武他要長翅膀 所以說這個圖案的話就代表是專武30 那下面有個尖尖的拖出來這一個是代表是專武20 那我們注意看我的女妖下面除了尖尖之外下面有一個紅點點 那是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我已經穿了三件家具喔 那穿了三件家具之後啟動這個 三件的這個這個屬性之後好像會多一個紅點點 所以到時候我穿滿九件的時候會不會是多第二個點點呢 這個所以說我們可以 到時候就是在 不論是在競技場還是怎麼樣 你可以看到 別人的那個角色這個左上角這個圖案你就可以知道說他是專武多少然後另外他有沒有啟動家具的這個特效 那我剛剛小號啊就是實抽之後 又抽到這個學米拉雖然說我後來那個在 實況錄影片推25張的時候幾乎沒有用到女妖 但是就是反正就已經放了然後 就抽到三件了 那抽到三件之後啟動了這個絕望之氣 自己能量滿的時候2秒內會免控 然後會立刻使用必殺技 然後效果是正在使用其他技能也會觸發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效果是如何 那同時也因為說我的這個女妖抽到了這個三件 所以我覺得他可以休息了 也不是休息啊說錯了 因為這個你也沒有辦法把那個他從那個旅店中移開房間嗎 那我的那個休息也只是說 讓他去換 換那個怎麼心願性端去換其他角色 好那我換成大老鷹好了 因為那個大老鷹的那個開場 開場吸人值得測試 然後剛剛解了一個任務又又可以10抽 好看看有沒有紅色的 還真的有耶 我的小號加進運氣不錯耶 主號不怎麼樣 光盾的喔水啦 光盾超有用的 光盾的話 光盾的話 沒有紅色的沒有紅色的家具 好太好了 好穿上去 獸慾增加補血增加 然後暴擊抗星又增加 所以我到時候推26張應該又會更好推一點 好那這一次不是不是要介紹家具我們來看一下 我現在這個戰鬥速度有調慢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公會狩獵隨便打個哥布林 那我現在使用這個羅萬然後女僕再加上女妖 我們來看一下開大的效果如何 我們再加個萊卡 這樣子能一開始能量會 會開的比較快一點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我們速度調好調快一點好 好準備 我們現在速度速度慢一點 立刻開大喔能量一滿就立刻開大 是這個意思嗎 女妖開大所以說 說不定齁就算是大佬也要把女妖放進清單裡面去喔 有沒有立刻開大完全不延遲 完全不會說他因為他現在在吸人還是怎樣 動作要做完才能 譬如說他有的時候 他剛剛那個什麼沉默的動作還在 但是他立刻這個大招就開大了 所以我覺得說不定那個什麼 就算你是主號啊然後你是大佬的話 你可能也會把女妖 放到心願清單喔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樣開大開得比較順 代表說這個你在牛曲夢境中打的傷害會比較好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這些大佬啊 基本上在牛曲夢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那個競爭的地方喔 他現在吸人有沒有 以前是吸人還沒吸完之前 還沒吸完之前那個不怕他不會開大所以有時候 就覺得啊你要好卡喔我正要開大的時候你在那邊吸人吸不完的時候不能開大 可是你看現在 馬上就開大一點延遲都沒有 但是我們要看看是不是真的就是這個樣子呢所以我們現在去這個異界旅店 好我們來異界旅店 我這邊速度還是調回來好先調一倍數 然後我在這個女妖這邊 一鍵收納 好全部都收起來囉 那這樣子這剛剛那個效果就沒有了 那我們再去測一下是看看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剛剛就是基本上能量 一到之後就直接開大 那我們看現在狀況會是什麼樣子呢 好一樣喔然後 我要 女僕去找羅萬的蛋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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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少了這個家具之後 那個那個什麼戰力戰力少很多 673好613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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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所以說知道那個家具其實改變戰力還是改變蠻多的 好我們再來重新一次 女僕要乖乖的去找女妖這樣子我們才好測 藍藥水應該是給女妖了 好像也是立馬開大啊 可能要看可能要看他的動作吧 好 也是開大啊 好像還好耶主要是看他那個吸人的動作啦 看那個吸人的動作是不是有明顯到 有有有有有慢囉有慢囉有沒有 他剛剛那個沉默的動作 手放在地下的那個沉默的動作他沒做完的時候他不會開大 所以如果他正在吸人的話應該會應該會卡更久 可是這一次有沒有這個沉默的動作他手放在地上 他他必須要把這個手放在地上 他正在吸人注意看注意看 好能量能量滿的喔他正在吸人 他不開大他不開大他不開大 現在才開有沒有 所以應該是這個東西啦 所以還是有效 有沒有像剛剛那個普攻也是一樣他丟完一顆 綠綠的球之後他才會開大 還可以看到 他正在吸人 這吸人動畫很長喔 然後他丟完普攻再開大 好那我們再重新看一次這個 全部穿上的女妖的這個效果 好一鍵放置 一鍵放置之後 塵塵塵塵塵紅紅紅 我做這麼強的女妖真的很想把他拿來推圖 可是就是 好沒關係喔到時候看看說三件紅色的這個家具的女妖是不是會變得比較好推喔 因為就是你要等到他開大 覺得真的是等太久了然後 對面又變得很痛啊 好開大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來看 這個能量一滿立刻開大 然後羅萬 他現在手舉地 立刻開大 沉默的動作 還沒做完他手舉地但是那個能量滿就立刻開大 所以我覺得我覺得你如果是 我覺得我覺得是如果是大佬的話值得把女妖放在清單喔 但是把一些其他主力角色放放回去 畢竟 畢竟現在女妖在很後期的作用他只拿來打牛曲夢境幾個特定王而已 但是為了專追求高分的角色 可能 可能還是可以 他剛在吸人 可能還是可以考慮把女妖放進去 就是變得開大開的超級順這樣子 一有能量就開大不會因為他的一些技能的動作影響 然後你看又來了 手舉地 這個沉默的動作 但是不管 他就是直接開大 好那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所以說我覺得女妖的這個三件裝備我覺得蠻有感的 那另外我們再回來看一下五件是什麼呢 五件裝備點女妖然後我們點這個驚嘆號 驚嘆號右邊這邊可以看到傢俱 九件傢俱會激活當自己生命值低於50%的時候 避殺技幽魂環繞就是大招 傷害轉為雪米拉的這個生命恢復比例會 提升30% 造成傷害轉化為雪米拉 提升30%然後結束時 轉化為 反正大概應該是只補血補比較多吧 而且還要生命值低 然後又要放避殺技 看一下這個幽魂環繞應該是避殺技 所以說我覺得應該是跟這個造成的這個生命力有關 然後跟傷害看起來好像是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會覺得 女妖的話應該就是 三件三件就可以有明顯的效果 那九件的話我覺得在後期應該是用不到 因為在後面的話 隊伍的續航能力應該都不錯 因為很多角色都可以補血嘛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這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拜拜